你这样有毛小孩吗? 毛海小教室,开课咯! 只有年纪大的狗狗才会有关节的问题吗? 答案是... 错! 狗狗年纪越大,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风险越高, 但患有先天发育障碍、品种影响、 肥胖或后天受伤等因素都有可能发展成退化性关节炎。 因此,平常的观察以及给予适当的防护 跟适当的营养补充是很重要的哦! 猫咪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也不会受伤吗? 答案是... 错! 猫咪有时候会爬上它们跳不下来的高度, 着地的时候可能会摔断四肢甚至伤到内脏。 尤其较常发生在年轻好动的猫咪, 因此四主们要多注意环境安全哦! 猫咪发出呼噜声代表它很开心吗? 答案是... 错! 使猫咪发出呼噜的原因有很多种, 猫咪在紧张、开心、疼痛的情况下 都有可能会发出呼噜。 呼噜造成的身体震动, 能够使猫咪感到舒缓。 狗狗也会有异味性皮肤炎吗? 答案是... 对! 异味性皮肤炎的狗狗, 本身皮肤角质就有一些缺损, 在接触到刺激物之后, 就会引起发炎反应, 有可能是食物, 也可能是环境造成的, 皮肤就会开始红疹、搔痒。 除了要了解并减少接触过敏源, 也要记得提供皮肤的保护以及修复, 才能彻底减少毛小孩反复发作的机会哦。 陪伴宠物一生的好伙伴, 可配宠药。